有可能吗? 卡夫卡是谁? 戏剧构作什么? 我刚看了什么? 这一次我们有一个非常特别主题 是因为我们其实是结合了卡夫卡的文学 为什么呢? 因为今年除了是台南400的活动 其实也是卡夫卡他个人逝世100周年 这个作品的特别的原因是因为呢 它其实是戏剧构作 跟我们两个人去做出一个文本 那我们有三大剧目 《诊疗室前》 《法院门前》 还有一个是在公寓套房里面的这三个场景 在这么多种表演艺术里面 最常被大家说看不懂的就是现代舞 但基于这种心情 戏剧构作的功能其实就非常的重要哦 我的工作呢 就是要在这样的戏剧作 这样的艺术作品中 确保符号都有到位 所以戏剧构作会确保艺术家 有把这样的电波传送给你 觉得去看现代舞 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简单的事 就跟喝一杯好喝的咖啡 还有看一片很优美的风景 一样容易 而且也非常欢迎大家 在这个领域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如果明白的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挥出